字幕提供 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今天来介绍一下我的家里慢单 你蝴蝶兰终于来花了 这是你蝴蝶兰 上次其实我把它写成蝴蝶兰 其实它其实是一种 它在最原始的分类的时候 是被归为蝴蝶兰那一类的 后来因为大家在分类上面的精进 然后就把它分开了 这一类的大家就称为蝴蝶兰 其实在台湾常常称为它叫老鼠尾 就是老鼠的尾巴 因为它就是磅状的 这种磅状的 那在磅状的就是几种 就是磅状纹心 然后跟这种老鼠尾 感觉就长得很像 其实在市场上常常摸摸一下 这一颗到底是老鼠尾还是磅状纹心 那这一颗像我的这一颗的话 它就是加里曼丹的一个蝴蝶兰 那加里曼丹在哪 加里曼丹其实就是婆罗桌 它这是婆罗桌的其中一部分 那在婆罗桌的蝴蝶兰呢 这一颗是其中一种 其实有好几种 那也有白色的花的 真的是很梦想白色的花 但是白色的花好贵喔 买不下手 然后还有粉红色的花 那粉红色的花更贵 因为传说粉红色的花在当地已经灭绝了 那所保种下来的就是非常的贵 那这个是加里曼丹的蝴蝶兰 那这一颗的个体呢 其实它的花不是那么饱满 那是很有野性 那这种蝴蝶兰呢 其实它种的时间 其实会开花大概只要大概 我觉得记得大概50公分就可以开始开花了 它每年开花开得非常的稳定 基本上都会来花 那花大概就是四五颗 四五朵左右 要多不多要少不少 但是它所占的空间非常的大 如果喜欢养它的话 需要一点点大的空间 那它颜色是咖啡色的 因为现在在太阳下 所以看不太清楚 它颜色是咖啡色的 那很像蝴蝶兰的样子 所以大家会称为它是你蝴蝶兰 当然最早你也可以称它是蝴蝶兰 没有问题 因为它最早还是被归为蝴蝶兰那一类 只是后来把它分开了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通常称它就是蝴蝶兰 那它的颜色是正咖啡色的 那有些个体会比较饱满一点 有些个体会比较瘦一点 像这一颗个体就比较瘦一点点 那它的枝条 我这颗枝条比较长 这颗枝条大概有110公分到120公分左右 从我那时候种的是 从中苗开始种起的话 到现在大概也要三四年的时间 那非常的好种 只要给它一颗板子 然后定期的浇水 定期的上肥 然后干四分明的环境状况下 蛮好种的 其实我觉得它蛮好种 它因为它的这种厚质 比较抗水 所以它比较抗干一点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呢 相对普通蝴蝶兰它没有那么的焦弱 普通蝴蝶兰我觉得比较焦弱一点点 比较容易重死 那它呢 我觉得是还蛮强壮的 只是在市面上不多 市面上不多 之前在台北有买过小苗 它小苗不贵 但是需要长很长一段时间 好几年的时候它才会长长 甚至有些可以长到150公分 接近200公分的个体 那才好几年好几年 所以呢 这个就是加里曼丹的蝴蝶兰 那今年开了一颗两颗三个四个 四个花 四个花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帮它焦裹 还在思考中 因为它的花型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在思考中 对 那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另外一种品种 是粉红色的那一颗 粉红色那一颗真的是梦幻品种 白色那颗也是梦幻品种 白色那个现在市面上比较多一点 粉红色几乎没有看过 以前刚出来小苗就要卖好几千块了 现在看它开花了卖个好几万 好恐怖喔 那真的是不是我们能负担的世界 好 那这一颗就是 加里曼丹的蝴蝶兰 如果想中的话 网路上找找有人在卖苗 这是还蛮好找的 那它相对而言呢 它就是比较耐干 再讲一次它的环境 它其实它比较稀 它有比较稀 它有连这个 连水苔都没有 水草都没有 那其实它比较耐干 它比较耐旱 然后比较喜欢太阳一点点 你要种在 跟蝴蝶的环境一样也可以 那你要种在比较 比蝴蝶再强光一点环境也可以 那记得当然 这种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不要突然把 生长在落光的蝴蝶兰 直接移到强光下它会晒伤 但是你可以慢慢移动 慢慢移动的话 它可以适应那个光度的变化 慢慢的慢慢的 它就会可以适应那个变化 而接受那个光度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会晒伤 那就会很严重 晒伤就会变成 有晒叶子会坏掉 所以在这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其实我觉得 它整体真的是还蛮漂亮 野性十足 以这一颗而言野性十足 OK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